台中市建设局长陈大田二次欣赏神韵 他推崇演出有深远意义 让正统中华文化深植人心 是世界前进动力 神韵我想在各国的表演是深受喜爱 尤其在COVID-19现在疫情的时候 事实上可以给大家很深信的一个疗愈 希望能够让我们大家的心灵 还有后面的这些全球大家的一些发展 能够很顺利 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表演 应该也是有它很深远的一个意义存在 医院医学研究部主任杨君柏 感谢神韵带来正统中华文化之美 他把中国文化的一些很重要的精神 还有他的美妙的地方告诉全世界 汽车工业公司董座王浩然说 以后自己每年都要来看神韵 来看这个节目 你的心里面的墙撞起来以后 你会去面向国际 我认为是用一个文化来影响到 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那是很重要的 中台湾不同领域精英感谢神韵艺术家 神韵国际艺术团将为台中观众 带来一连无偿演出 新唐人雅台电视张又铭伶俐 陈岳秀台湾台中采访报导 新唐人雅台嵩都 keeping众认